那么从去年开始 许多外国机构还有经济学家都在唱衰中共 甚至表示中国的经济会发生震撼全球的崩溃 日前香港媒体披露 中共宣传部已经向媒体下达指示 规避外资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唱衰中国经济 对此分析人士指出 中共为了维稳保党 在驱逐外国记者之后 又开始清理外资银行的分析师了 日前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 中国媒体人士和经济研究员的爆料说 中共宣传部向媒体下达指令 要求他们在邀请经济学者谈论中国经济时 谨慎对待可能提到的中国经济问题和挑战等话题 指示内容还包括减少邀请外资银行参加中国银监会 就银行业发展的闭门会议 中共央行和银监部门在向外资银行披露信息时要小心 中共官员对外资银行的研究报告要更为谨慎 以及疏远国际银行的高级经济师等 一位传媒业内人士透露 没有黑名单也没有白名单 但很清楚的是 在邀请专家谈论中国经济的现场直播时 我们会被鼓励去邀请国内证券公司和银行的经济师和分析师 现在中国经济和金融确实到了一个非常严峻和危机的地步 这些有良知的愿意讲真话 这些专家学者们他们不得不唱衰中国的经济 不得不对中国经济发表出很多悲观的看法 而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戳到了中共对经济方面的造假谎言 中共会现在发出这种指令 2月17号英国广播公司BBC经济事务编辑罗伯特·派斯顿撰文 中国是否会再次震撼世界 文中指出 在过去的几年中 中国每隔五天建成一座新的摩天大楼 修建了30多个机场 25个城市的地铁 三座世界上最长的桥梁 超过6000英里的高速铁路线 26000英里的高速公路 商用建筑和私人住宅的开发 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 他说 这些由借贷膨胀产生的支出和投资项目 永远无法产生经济回报 中国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已经从2008年的大约125%增加到目前的200% 罗伯特·派斯顿表示 如果借贷及投资的膨胀不能被束缚住 不仅会动摇中国 而且是会产生震撼全世界的那种崩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月14号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 201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为51万9千亿人民币 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高达GDP的45% 真实的财务状况比官方数据更糟糕 去年3月大陆媒体财经网刊发国际知名投行机构 野村证券经济学家的报告说 中国经济正在显现金融危机前的特征 预计市场风险的恶化将会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 野村证券多次看衰中国经济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 2014年全球业界的基本共识是 中国的房产和信贷泡沫不可避免的将破灭 惊弓之鸟的中共担心国际上对中国银行危机 金融风暴的讨论引发国内恐慌 一方面拼命扭曲中国的经济信息误导老百姓 另一方面则为维稳而封锁中国的经济信息 这就说明了在中国经济信息是高度政治化的 中宣部说出的一切决定的背后的根源 背后的原因都是为了保住中共 就是说保党 任何可能会威胁到共产党 或者戳穿他们的谎言 的言辞评论和专家的看法 对他们来说都是足够危险的 网络活跃人士 时政评论人士海伦黄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说 当中国的危机从政治层面向经济层面扩散 可以预见继外媒记者遭到驱逐之后 下一波要遭到清理的 应该是外资银行的分析师